在NBA总会有一些足以让时代铭记的球员,四大分位里,科比和卡特就是其中之二,但科比的历史地位却不是卡特能比的。 的确,科比在荣誉上狠狠,地压制住了卡特,这是影响他们地位高低的重要因素。 你要知道,历史上那些无冕之王,尤差马龙,大嘴巴赫利皆是妥妥的前二十球员,如果单纯可笑地用荣誉去评价一个球星的历史地位,绝对不是理智的。 但从对詹姆斯评价上,你就会明白为什么他们的差距这么大。在科比、卡特、皮尔斯等人,对詹姆斯历史地位评价,进行的圆桌讨论时,他们提出了各自的看法。 卡特评价道,尽管詹姆斯总决赛战绩只有三胜六负,但是他总是在大家都不看好的情况,下打进了总决赛。 勒布朗率领着一支,本不应该打进总决赛的队伍,打进了总决赛。 至少他获得了九次完完全全竞争总决赛的机会,这很震撼,即使其实总是在总决赛输球,但是卡特看好勒布朗的地位,而胡人队的科比则完全表现出了另一种看法。 在我还是孩子的时候,我就梦想着获得总冠军,这是我在乎的,也是我评价乔丹的标准。 科比首先强调总冠军队球员的重要性,如果我是勒布朗,我一定要找出夺冠的方法,这和舆论无关,也不应该找什么借口,没有获得总冠军,勒布朗的这个赛季就是失败的,就像胡人中期的科比一样,这就很容易看出两人之间的根本差距。 你会发现,科比总是那个更难相处的队友,但是拥有科比,队伍的每个赛季都会充满期待,因为他的目标总是那么坚定,不达木地是不罢休的桀骜,而卡特观点更虚向于悲观的妥协,只要能够打出数据,打出高光,夺管什么的都只是缘分,同样是四大分位,卡特和科比的差距,从开始就已经注定了。 感谢观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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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观看